在海西MCN两岸青年三创基地 两岸新农人观看自媒体达人现场带货 深入了解直播电商运营模式 基地为台湾青年来下就业创业提供的贴心服务 让大家颇感兴趣 台青赖俊豪在成都从事农文旅产业 他说新农人变身主播 通过电商赋能 树商新农 更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而且它现在是走5G 6G 慢慢地一直还有包含元宇宙这个概念 区块链 所以其实在新农人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除了做种植农作物之外 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互联网 电商 跨境电商 然后还有直播 怎么样去做一个结合 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怎么样去把产品重新设计包装 让它可以更多的一些附加价值 来自内蒙古的多多奇目阁 自媒体拥有百万粉丝 他的视频以展现内蒙古的风土人情为主 多多奇目阁表示 通过网络让没去过草原的人 感受内蒙的美好 通过直播助农 增加了家乡人的收入 也认识了许多台湾朋友 自己在境外的粉丝 百分之六十是台湾同胞 但是现在感觉离他们很近 就隔着一个海的给他们说 Hello 家乡能展示的东西很多很多 我相信台湾也是这样的 相信我们两岸肯定都是这样子 我们需要太多太多 互相的沟通和交流 然后再把所有的认知差 大家去打通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新农社区 在湖里新农社区参访时 在四川大梁山 从事橄榄树种植的台青林书润表示 两岸同胞正从交流走向交融 而基层社区就是最好的土壤 借鉴这边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 我觉得是能够更好的让我们去融入当地 然后更好的从基层质地上面 去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